当下手机似乎变成了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一个工具了,无论我们的生活还是工作中,手机的重要性都依然逐渐得到了体现。 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是手机如果不带可能,就会觉得无视从了,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手机没电,那时候的绝望了。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毕竟30多分钟充满自补手机还是十分可观的,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只为节约你的时间时间, 如今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越来越宝贵了,对于手机的来说,续航似乎才是最大的瓶颈,毕竟如今的手机配置依然逐渐差至越来越小了,这也使得手机的使用体验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市面上的普通手机,想要从头充满100%的满格电,至少也要花费两个多小时以上的时间,时间上肯定是比较尴尬的了。 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技术的搭载还是极大的改变,乐我们对于这么多年手机充电卖了极大顾虑,用户对于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也是十分欢迎, 在用户自己亲身时间之后,也是表示闪电般的充电速度还是相当舒服的。 Superbook超级闪充成功搭载,高效更安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手机充电速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手机的充电头的功率的,故而觉得手机充电速度快可能会导致不安全。 其实就对于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技术来说是不存在的。 Superbook超级闪充技术使用了串联双电芯设计,等效于3400毫安时电芯容量,采用双新的压快充设计,将手机高效充电,以及安全充电,都做到了充分考虑。 真正实现了安全和高效的完美结合,超约流伤,网友实测实际充电表现惊人,如今大多数的骁龙阵营的高通人场会充技术只是做到18W,相比于50W的功率,两者的充电效率之间难免会有很大的差别,最近更是有很多人拿到了手机的时候,直接对于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技术进行了直接的数据测试。 实际测量从50%充满只需要15分钟,的事情还是很出色的,更为关键的是手机的表面温度还没有上升,没有明显发烫的现象,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很多关键的时候,更是前行难买手机一格电,Apple Superbook超级闪充技术毫无疑问,能够给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带来更多的帮助。 不知道你们对于欧洲这样的超级闪充技术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